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历史浪潮之下留下的影像 溥仪出生于光绪32年1906年 父亲为纯亲王在封光绪帝之地 光绪34年 光绪帝驾峰 年仅只有三岁的溥仪被送入宫 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于1908年12月2日继位 成为了清朝第十二任皇帝 照片被晚清纯亲王在封抱着他的儿子普洁 旁边站立的是清末帝普仪 就这样 原本按照正常的皇室继承制度 根本与清朝皇位无缘的溥仪成为了皇帝 他继位的时候仅仅只有三岁 只是一个只会哭闹的小孩 在当时 普仪虽然身为皇帝 但由于年少无法行使皇权 清朝的统治权实际上把控在他的父辈们的手上 照片为清 末帝普仪六七岁时拍摄的照片 根据时间来看此时应该是1911年到1912年期间 在完成登基仪式之后 清朝依旧到了日落西山的晚期 在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 成为了压倒清朝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第二年的二月 龙与皇太后代替普仪七草的退位照书 普仪正式退位 但仍然居住在宫禁之中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4年 28岁的普仪看起来1910分年轻 这根起简易玉时 养尊处留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在1917年 北洋政府陆军定武将军张勋入宫复辟 浮夷再次登上黄磊后 结果十二天便再次被迫退位 清朝的国号被废除之后 浮夷仍然居住在宫禁之内 直到1924年 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包围的紫禁城 也就是在这个事件中 浮夷被驱逐出了紫禁城 离开了他居住了18年的宫禁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1935年 浮夷造访了日本 东京都会见日本天皇时的情景 浮夷从船上登上漫后 昂首请凶走在前面 后面是日本的军官大臣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1935年元代 身为为满洲国皇帝的溥仪与官员们的合影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成为为满洲国康德皇帝时期的溥仪 穿着军装 胸口尚带满了勋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